中国跳水梦之队有包揽八块金牌的实力 本届奥运会上拿到了七块金牌 在金牌的背后是所有运动员、教练员辛苦的付出 更离不开一个强大的祖国对这项运动的支持 然而在地球的南部有一个国家代鼠比较多 顺便就叫它代鼠国吧 这个国家看到中国拿到如此好的成绩以后 习惯性的阴阳怪气,鸡蛋里挑骨头 阴阳怪气的做了一个标题 中国对跳水的统治地位让对手产生敬畏 同时也让人担心 文章继续说到中国无情的对奥林匹克跳水运动的统治地位 让它的对手不仅仅考虑如何去击败他们 而且也担心中国这样垄断的做法是否可取 以致是否是健康的 whether the country's approach is desirable or even healthy 好,这就是代鼠国主流媒体 对跳水这项运动中国统治地位的一个疑问 文章继续说到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面 基本上是包揽了跳水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所有的金牌 即便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丢了一块金牌 但是也拿到了7块金牌 在上一届的礼物奥运会上也拿到了7块金牌 请问代鼠国的这些媒体 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揽跳水运动的金牌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说中国的approach就是目的 是desirable desirable就是说是否是可取的 or even healthy 中国统治包揽金牌是不是健康的 请问代鼠国的媒体你们抛出来这个问题是想要干什么 中国包揽金牌就是不健康的吗 请问你们的美国干爹包揽了篮球比赛运动 这么多连续的奥运会金牌 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健康的呢 亚马加的短跑运动员之前几乎统治了整个人类短跑界的100米200米 男子女子的所有金牌 你们觉得这是健康的吗 日本在本届奥运会上拿到了9块还是10块柔道项目的金牌 你们觉得他们的这个动机是健康的吗 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一届奥运会上拿8块金牌 请问他的这个目的是健康的吗 如果有一天中国哪一个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上也能拿8块金牌 你们是不是要跑到奥运会说游泳项目以后就不要比了 在这里呢 我只想告诉你们这些代鼠国的媒体 我们还将统治跳水这个项目 10年20年50年100年 你们代鼠国 只要做一件事情 习惯成自然 我们是有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